又是AK的Girls Vlog Talking环节 感觉好久没有跟大家就这么talking过了 那这次又是蹭了一下这个微博盛典这个妆发 然后我觉得造型挺好看的 就今天蹭这个妆发给大家录下talking 那这个夜话是讲的一个什么呢 既然它叫做夜话了 那很明显这是我在晚上来的灵感 就是突然来的灵感 我就哎呀很顺很顺 就直接给它全部写下来了 夜话这首歌吧 这当时天空音乐节那段时间写的 一晚上还是两晚上就写下来了 我就觉得吧 这首歌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 讲的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也经历很多人的一些质疑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自己角流还是挺厉害的 所以呢我就觉得写一首这么一首歌 来出发一下我自己的感情 我相信未来的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很高很高的未知 也相信自己未来的音乐 可以带来很多不错的成就 然后把我这样子的期待呢 我写下了夜话这首歌 然后未来的歌曲呢 现在感觉自己也慢慢杀不住车了 那歌词简直是越来越狂 但是歌狂归歌狂啊 我人还是要谦虚啊 但是歌里面是不可能谦虚的 所以大家就去听歌吧 我觉得夜话这首歌还是不错 最近就是在年底嘛 也是比较忙 那忙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是之前二年 因为很多原因 就是大家可能工作都不是很顺利 但现在终于忙起来了 但是忙起来 却并没有给我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反正会很珍惜这段时间 马上要过年了 希望大家就是愿快乐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就是过完年了 但是还在假期之中 希望大家就是每天开心 然后吃饱喝好 天天要注意休息 然后别太熬夜了 我知道我自己也有点喜欢熬夜 所以我也要就是赶快 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 一下子也不知道有太多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为了让我们的 其实后期同学呢 就是早早地去休息 我们这期内容就不聊太多了 然后呢 过年期间我可能跟大家也会 就是会经常就是发一些文字上的内容 跟大家去聊天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今天的talking环节可能很短很短 但是就到这里了 拜拜